大家好,我是森林友,歡迎來到阿發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葵烏露的製作 為什麼要介紹葵烏露呢? 因為這個是您可以在家中自行製作的農業制裁 那它其實效果是非常好 那最近荔枝村鄉很氾濫 那事實上有些農民是拿葵烏露去做個分屍在荔枝村鄉上 效果也是很好 那所以我們就是今天要來介紹 您如何在家可以自行製作葵烏露這樣子 那葵烏露呢,它組成的東西很基本 第一個,您只要準備一個優質的葵花油 加上一個可以清潔蔬果的清潔液 這樣就可以了 那有些人說,除了葵花油之外 我可不可以用其他油 當然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會推薦給您葵花油 主要因為是在台灣,葵花油算是一個品質比較好 而且成本也比較划算的一種油類 那洗蘇果的清潔液呢 您也可以換成您新耐的清潔液都沒有問題 像肥皂液啊 那如果您是想要走有機方面的話 推薦您可以使用五患質的萃取液 都可以的 那我們這邊的話 油的話我們是準備了九份 那清潔液的話是準備一份 那九份跟一份是什麼意思呢 那事實上就是您可以準備油90CC 然後清潔液10CC這樣就可以了 那首先呢 我們就把我們的清潔液 繞在我們的這個油類 那倒進去之後呢 您需要準備一個攪拌棒 那攪拌棒呢 就是要把這個油跟這個清潔液做個混合動作 然後您在攪的過程中 您會發現這個混合液呢 會慢慢變成白色的混濁狀 那有些人會問說 那這個跟苦臉油什麼差別 剛才有提到說 葵霧跟苦臉油的差別就是 因為苦臉油它本身還有一些蟲不喜歡的味道 所以它有去蟲的效果 那基本上葵霧它是沒有味道的 那當然您在家中您可以加上您手邊現有的一些精油 那有些驅蟲效果的精油 像蝦茅精油啊 檸檬蝦茅精油 或是鳳鋪鵝精油 它們本身的味道都有一些驅蟲的效果 那您可以在這個混合液中 直接加您想要驅蟲的精油就可以了 那混合好之後呢 我們要把它加在水裡面 那加在水裡面 我們會推薦的配數是200杯到300杯 那什麼時候 什麼意思叫200杯到300杯呢 就是10cc的這種混合液呢 就加在2公升到3公升的水中 請您一定要注意這個倍數的精確性 因為不準確的話呢 可能您的殺紅效果也不好 那甚至有可能會造成一些葉片的損傷 所以您一定要確認這個倍數 像是400杯到300杯之間 那什麼時候用300杯呢 因為像夏天天氣比較熱 然後太陽比較大的時候 我們會推薦您吸釋到300杯 這樣它吸釋倍速較多 對葉片的殺傷力沒那麼強 但是也有殺蟲的效果 那冬天的時候呢 氣氛比較冷 然後太陽也那麼大 那我們會推薦您使用200杯 200杯的話它的包覆效果也比較好 殺蟲的能力也會比較好 那使用的頻率呢 我們會推薦您 如果你發現有害蟲的時候 4天一次連續試試 那如果您平常保養的話 一個禮拜噴一次就可以了 那攪拌完之後 就像您看到這樣子 它是會成一個白色的混合狀 這表示您的混合的比例是對的 而且是有成功的 然後加在水裡面之後呢 加在您的噴霧罐裡面 然後呢 在要噴霧罐裡面 你一定要上下混合均勻 讓這個混合液 跟水能充分的混合之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做噴的動作了 那噴的動作的時候呢 我們會建議您 一定要全株噴散 然後甚至您所有種植植 植物的地方都要噴散 那儘量不要噴到土上 那當然噴到也是沒有關係的 然後呢 葉表或是葉背或是葉片重疊的地方 尤其是葉背跟葉片重疊的地方 這兩個地方是害蟲最容易躲的 躲藏的地方 這兩個一定要噴過 那噴過之後呢 您會發現這個害蟲就會開始 很像變黏柱一樣不動了 那就表示您做的鬼物是有成功的 然後害蟲被包覆住之後呢 它之後就開始不能呼吸而自然使用 那請您不用擔心 這個都是一個物理的作用 不是一個化學作用 所以您不用害怕它有抗藥性啊 或是一些其他成分會有害您的健康 然後呢 有些生有會問說 那我噴完之後可不可以直接使用呢 答案是可以的 就像您用的洗蘇果清潔液一樣 那你在洗完之後呢 用清水沖洗過後 就可以直接使用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這點請您放心 那我們會推薦這樣子 很優質的農業之材呢 也希望您可以在家製作 然後可以順利對抗害手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謝謝您